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宫中的人影一等拍早阴早之人的付了钱 拿走了拍卖之物之后 转眼之间手中又出现了一块半尺大小的长方形的东西 通体血红散发出一股炙热的气息 十八万零食 二十万 这一件韩丽隐隐听说过的珍稀材料 虽然说出嫁的人不多 但是竞价的人呢 似乎个个财力雄厚 并都不愿意轻易放弃 竟然以二十五万零食的惊人价格被人拍走了 一件接一件 名字听起来就充满了邪气的物品 几乎每一件一出现 就被所需之人用大把的零食拍走 和大拍卖会的情况相比 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韩丽摸了摸腰间的储物袋 心中呢不禁苦笑了起来 他第一次有些担心 自己袋子里边的零食 是不是换取的有些少了 虽然说他也知道 在以物换物前 就先有一批可以用零食购买的材料 但没想到出现的东西竟如此珍贵异常 但零食价格也抬得一个比一个高 随便拿出一个拍卖的数目 都只在大拍卖会的压轴物品之上啊 玉象胶 天地灵物玉象树千年一次所产之物 是制作奇门法宝 机关傀儡最佳材料 低价十二万零食 每次加价不少于五千 十五万 当白光中人影 拿出一块白的胶质状的物品的时候 原本一直心不在焉的韩利 突然之间精神一震 毫不迟疑的出价了 显然到了元英七以后啊 这人们对修炼傀儡的东西就不大感兴趣了 仅仅要三四个人和韩利争了一轮 韩利就用十七万零食的价格轻易的拿下了 这让他心中一喜啊 白光人影继续拍卖东西 又有两件被韩利看中 分别花费了十九万零食和三十一万零食拿下 厚一种材料则是某种非常出名的法宝原料 韩利不得不和众多的修饰一阵狂拍啊 硬着头皮用这个价目才拍下了此物啊 这几样东西就让韩利戴争的零食去了十之七八了 好在后面一直没有再出现其他他所需要的傀儡的材料 这让韩利情不自禁的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当最后一件物品也被拍卖出去 玉桌上的几支储物袋彻底空了的时候 白光中的人影似乎对前边的拍卖颇为的满意 稍微停顿了一下就倾笑的说道 好吧 我们的东西都已经拍卖完毕 诸位道友有宝物需要交换的下面可以到这里来 一一展示交换 不过丑话说在前面啊 因为是自主交换 所以若是交换物品有假 或者是自己看走了眼 这可和我们毫无关系 我们的只提供场所 一切结果都只能自己承担的 另外按照以往的规矩 无论要交换何种东西 一次准备交换几样 只要交换成功 我们事后都会按人头抽取一万零食作为手续费用的 下面一切诸位道友自便吧 只要不出现不遵守规矩的事情 老夫只是旁观而已 这位道友爽快 简单的几句话说完之后 就立即身形一晃 人呢 默然出现在了空地的边缘处 然后盘膝坐下 一副直接入定的模样 这一幕 让四周大部分修饰都没有感到惊讶 反而人影晃动 同时呢 又竖到金红飞射到前面 结果 其中明显比其他人快了一步 光滑一脸 一个浑身被红色霞光包裹的人影 首先出现在了玉桌后面 接着 用力的一抱拳 口中含笑说道 承让承让啊 几位道友稍候啊 老夫先来一步 那几道光滑见此 只能无奈的一个盘旋 又飞回到原来的座位上 韩丽见此微微一笑 想要换取材料 一般来说 早一步出手 自然占了一些便宜啊 这样呢 可以避免自己需要的东西 被别人抢先一步换走了 不过这种不会有太多的 而且所换取的材料越珍惜 越不大可能和别人相从 故而大部分修饰都能沉得住气 没有人和刚才几个人争夺什么 杭丽还缺的几样材料 都是比较冷屁的材料 更没有多少担心的了 这几个人抢先站出来 大概啊 都是要换的东西用途太广 所以才会如此一争的 果然红侠中的修饰 拿出了几种珍稀材料之后 点名要换取几种 都是那种可以用在多种丹药上的炼丹的材料 结果片刻之后 真有几个人走上前来呢 换走了其中多数的材料 这让红侠中人呢 心满意足的走了下去 后面啊 陆陆续续上来的几个人 同样的交换比较顺利 都或多或少的有所收获 不过 当一名红色人影的人 手捧一块蓝灿灿的金属 点名要交换一种 韩丽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 水属性材料的时候 一连问了三遍 也没有人上来交易 这位呢 只能沮丧的走了下去 从此人以后 无功而返的修饰 开始逐渐的出现 当陆续三四人上去之后呢 甚至空手而归的人居多 能换到东西的人居少 当然了 这并非是代表这些修饰 想换取的东西 在座其他人手中 真的没有 而是大有可能 有交换物的修饰 觉得呀 对方的东西不值得换取 或者说 对方出的物品 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 所以无动于衷 没有上前进行交换 故而啊 这以物换物 拿出来的东西 也并非是 越珍贵 就越容易成功交换的 当然也有修饰 看重其他修饰的材料 却手中 没有对方所要之物 而上前秘密商谈 用其他宝物换取 但其中寥寥无几 大部分都被冷冷的拒绝了 但成功的几个人中啊 却包括了 韩利在内的一次交换 韩利的举动也很简单 直接就用几株罕见的千年灵草 和一些高阶腰单 来换取自己所需的材料 这两样东西 对任何修饰都大有用途的 虽然一两样 可以在一些仿式中偶尔拍卖到 但是一下子凑齐这么多数量 自然大为的困难呀 故而那名修士只是犹豫了一下 也就不再坚持原先的打算 点头同意了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两种傀儡材料 被韩利用自己储存的物品 换到了手中 如今就只差两样最罕见的东西 就可以凑齐全部的傀儡材料了 两样东西实在是过于珍惜 估计是很难出现了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哎 韩小子 你打算拿什么东西换取材料 若是烧赐一些的宝物 恐怕其他人即使有材料 也会轻易拿出来的 大眼神君忽然间在韩利神石中传音说道 东西早就想好了 这里的修士以魔道居多 我手中不正好有一种魔道 视若至宝的东西吗 难道你 你说的是那样材料 你舍得此窝 大眼神君一听这话 可真的有些吃惊了 哎呀 舍不得也没有办法呀 但傀儡材料都凑齐到这个地步了 最后两样一定要弄到手 否则前边可就白忙活了一场 只要傀儡真像前辈说的如此厉害 还是值得这么做的呀 韩利微然一笑传音说道 然后他看了看四周 感觉似乎差不多了 在一位修士有些沮丧的 无功而返的时候 他终于从座位上站起 不慌不忙的走上前去 来到了玉桌的后面 在座的修士 下意识的望着韩利 想看看他能拿出 什么珍惜的东西出来 韩利呢 两手一翻 各多出了一个小巧的玉盒出来 不过并没有急着打开 而是用目光略意扫尸四周 用略微变声的沙哑声音说道 磨质宝炼制材料 磨随钻两枚 换取五行玉和炫光精两种材料 诸位道友若是有的话 就可将其换走了 韩利简洁的话说完 就立刻两手微斗 顿时啊 盒盖同时脱落打开 从盒中呢 缓缓浮起两样 油黑晶莹的数寸大小的东西 散着淡淡的黑气 正是韩利在万丈磨鸢得到的两枚磨随钻 磨随钻 磨随钻炼制龙刃的材料 我没听错吧 不可能 这个世界怎么真有这种东西 真的假的呀 韩利刚把话说完 顿时啊 整个厅堂一阵的大乱 不少人震惊之余 直接吃惊的叫出了声 原本在空地边缘处 一直闭目打坐的白侠中的人影 也同样惊讶的 睁开了双目 盯着韩利身前的两枚磨随钻 眼都不眨一下啊 说实话 若不是在下修炼的 并非魔道功法 这种东西 在下怎么也不会拿出来交换的 至于真假嘛 只要有人能拿出在下所需东西 本人自会让对方仔细检验的 韩利神色如常的说道 听到韩利如此自信的一说呀 原本有些骚动的修士 顿时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神色各异的望着魔随钻 不语起来 五行玉和玄光经固然世间难寻 但和这只在传闻中才能出现的魔道质宝材料相比 自然差了一筹啊 让所有人都动心起来 玄光经 我记得仓库还有一个 只是因为此物太过贵重 所以并没有拿出来拍卖 我可以马上让人去取此物 让在下先检查一下魔随钻如何呀 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啊 作为交易会的主人的白光中的人影 远远望了片刻魔随钻之后 忽然这般说道 既然是阁下开口 当然不可能是虚言 道友可以先鉴别一下 韩利脸上神色一闪 但毫不犹豫的说道 那个人影似乎点了点头 一仰手 一道火光飞射而出 直接射至听顶 一闪即逝的消失不见 随后他这才缓缓起身 向韩利这边走来 其他修士听到韩利和他的交谈 又是一阵的骚动啊 但这次谁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白光中的修士 既然能被派出来 在主持这个交换会 自然是见多识广 阅历非同一般之人啊 所以呢 人人睁大了双目 静看这位鉴别的结果 白侠中的人影 似乎还真的对魔随钻 知道的不少 伸手灵巧的将一枚 拿到手中之后 先后一张口啊 就是一道白色的阴火 直接喷在了上面 结果这些白色的火焰 一接触金钻表面的黑气 竟然如同遇到了克星一般的 立刻从两旁一风而过 根本没有办法贴近魔随钻断烧啊 霞光中的人影 脸上献出了一丝兴奋 接着两手一掐绝 将口中阴火一收 竟又喷出了一团蓝的寒气来 此寒气将金钻照在其中 却无法冰封分毫啊 目光闪动了几下 他又单手一抬 伸出一根手指 对准了金钻轻轻一点 顿时一股黑的魔气 直接灌注到其中 结果就如同泥牛入海一般呢 魔随钻丝毫反应都没有 没错 的确是魔随钻 此物我要了 不知道是否巧合 这位刚开口说出这番话 身旁三四丈远的地方 灵光闪动 一名灰袍罩体的面羞士 诡异地出现在了那里 他中白霞中人影一失礼 递过了一个玉盒 人就再次的消失不见 这一块玄光金 道友看看是不是合用啊 白霞中的修士 没有打开玉盒 直接转手将整只盒子 递给了韩丽 韩丽也不客气 伸手接住 立刻打开盖子 入目的是一块 乳黄色的金石 但是呢 里边散发着 淡淡的紫色的光月 稍微细看之下 就有一些头晕目眩 韩丽见此 心中却为之一喜 瞳孔中蓝光一闪 光运立刻消失 然后将这块黄色金石 用两根手夹出来 放置在眼前 细细地鉴别起来 这玄光金 就是看了一眼啊 短时间之内 都不敢再多看第二眼 眼前的不知名修士 竟然可以如此长久地直视 而若无其事 实在让人大感意外啊 不错 的确是极品的玄光金 道友可以将这枚磨钻拿走了 韩丽露出满意之色 将东西放回到玉盒当中 随手收入到了储物袋 呵呵呵 好的好的 现在还有没有其他人换取下一枚啊 看来没有人有道友想要的材料了 道友可否愿意将剩下一枚高价出售给老夫啊 或用其他珍惜的材料换取也行 无论何种形式 在下绝对会让道友满意的 白侠中的修士 小心地将钻收了起来之后 目光一转 有些贪婪的盯上了另一枚磨碎钻 谁说没材料的 这里就有一块五行玉 去吧 这东西谁也不准和老夫挣 此物老夫要定了 白侠中的修士的试探话刚一说出口 在四周的修士中 早就有人按耐不住了呀 竟同时响起了一男一女的声音 男子的声音轰隆隆的如同晴空惊雷呀 女子的声音呢 则月儿婉转 随后一团被幽黑霞光 和一团刺目银霞 从两侧座位上飞射而出 一前一后的就落在了 韩丽的身前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594回